想起他有吃好事多的莓果 因为肝发现居然就是阳性 好事多独煤事件余波荡漾 一名B型肝炎病史的40多岁女性 健康检查发现肝指数有异常 想起曾经吃过好事多莓果 5月1日接获好事多通知后 2日自费检验 竟然真的检查出A肝阳性 肝指数甚至暴增到560 严重的一个急性肝炎反应 一般我们正常肝指数是在40以下 增加已经十倍十几倍了 破千就是一个猛暴性肝炎 个案检验出A肝阳性后 医疗院所5日通报新北市卫生局 让医师直批影响不是像好事多声明所说 3月之前国内没有出现 使用相关产品导致感染A肝的确诊病例 台湾不是A肝的疫区 所以我们有些人表现的 如果是疲倦感冒症状 医师第一时间不会想到咽A肝 每咽A肝当然就不会有A肝案例 可能会造成小规模传染的传递链 本局将检体赞送任可实验室检验 后续将由疾管署判定 是否为确定病例 疾管署8日上午 公布检验结果是阴性 暂时排除急性A型肝炎 为了慎重起见 卫生局将在采集个案血清检体 送疾管署昏洋实验室检验 除此之外 台北市卫生局8日也表示 5日晚间接获医疗院所通报 有人感染A肝 目前仍在疫调中 最后结果 经综合评估临床症状 检验及疫调结果 由中央研判 看是否合并黄丹指数过高 有的话就代表 肝脏功能处于比较失调 比较有肝衰竭的可能性 双北市都出现疑似病例 新北市卫生局提醒 若有食用相关莓果 从最后一次食用日隔天起 进行60天自我健康检测 期间出现发烧 食欲不振 黄丹等疑似症状 请尽速就医 并确实告知医师相关饮食室 才能及时得到适切的诊疗 清新闻曹生谢宏睿 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 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